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方面的消息 叙利亚反对派欢迎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入境叙利亚 并与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会面 表示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访问 麦凯恩参议员的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 他的助理人员说 他和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指挥官艾迪利斯将军一到 星期一从土耳其进入了叙利亚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在北京会晤了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 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的中国执行 是为定于6月7号到8号举行的习奥会做准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美国加州一处度假山庄 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 两国元首会晤的议事日程 将包括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提出的中国从事网络袭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的指称 以及美方希望中国加大努力 帮助废止朝鲜核项目 多尼伦说 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 同时又是两个强大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的核心部分是 确保我们有着一种健康稳定与可靠的两军关系 6月的峰会将是奥巴马当选连任 以及习近平升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